你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跟观音菩萨 过不去就是不孝去净土呢 所以我很尊重你的选择 你不去净土没关系 但是你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所以成愿再来的这些转世人伯切 其实都是到了净土成就 正到起码出地欢喜地菩萨 甚至更高是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才成愿再来的 他广度众生啊 不相信的话 你今天晚上去给浪 你度众生看看 你不要被人家度走就不错了 所以不可以以偏概全 不可以特立来做全部的例子 佛度众生 他是要顾虑到全部的众生 进佛国土绝对殊胜的 下一个问题还是你问的 你说你不敢发愿求生净土 因为净土太美好比较懈怠 谁说的 净土很容易成就的 你说净土里比较容易懈怠不想学佛 从哪里经论写的 那是你自己想的 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过净土嘛 净土不是你这样想的 来举个例子 好 先讲迷了净土 有人说上身迷了都出来内院 就容易不休息吗 谁说的 除非你在外院 外院的确有很多美女 你的夜报 的确 注意听 注意听 佛说天上很美 没有错 假如你不要道心 这些欲望 的确会容易让你堕落 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堕落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新加坡这么舒服的国家 你说来新加坡都是坏人吗 不见得吧 来新加坡就不会学佛吗 不见得吧 你看在座所有新加坡 还是有很多有善根的莲友 当然新加坡呢 吉兰还是很多 蹦恰恰蹦恰恰的 对不对 可见 一个新加坡这么舒服的国家 里面也有有善根 跟没有善根的人 所以答案是吗 到净土去 谁说一定会懈怠 不想成佛 你会更精进的 因为弥勒菩萨 就是你的老师啊 除非你自己绕跑 跑到外面去享福 所以答案是什么 只要你有善根啊 净土 惠土 你都能修行 你没有善根的话 你一直在分 这里是净土 那里是惠土 其实你分了半天 你还是修不成的 了解吗 比方说 虚云老和尚 玄庄大师 上身 都帅乐院啊 你说他修得不好嘛 这个弥勒净土呢 我是要留到第三场演讲 再讲啊 所以天人就因为 在天道很享福 忘了修行 那也是因人而异 我再举个例子嘛 在新加坡 还是有很多人用功啊 虽然这个地方很舒服 用功的还是很用功啊 对不对 虽然佛经也说 富贵学到难 这叫generally speaking 是说假如富贵人 你只是想消灾 免难 求长寿 你不精进 的确学福很难 可是我跟你讲 我这一生就见过 非常非常多 有富贵 又非常有善根 又精进的人啊 对不对 还是因人而异 接下来你说 我也担心会生起这种观念 其实你不用担心 你要担心你自己 反正到了净土 就等于了生托死 不用正佛果 这又是谁说的 你自己讲的 听好 到了净土 了生托死的解释 是指 你永远不用再投胎 六道轮回 假如你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净土 往生以后 你真的不会再回来投胎 六道轮回 地狱恶鬼出生 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里 没有说一往生 就不用正佛果 还是要修行啊 到极乐世界 还是要精进修行啊 还是要诵经啊 打坐啊 对不对 每天聘供诸佛愿啊 回来还是要精进禅修啊 谁说到极乐世界 就等于了生托死 没有说一往生 就等于了生托死 对不起 你理解有错误 更没有说 不用正无上的佛果 到了极乐净土 就是要你快速的 正入无上的佛果啊 所以你说 我若在生在晦土 看到世间的生老病死 反而精进 勇猛精进修学佛法 所以你觉得 我不要到净土 到会土 可以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跟你说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 这一生 或许你还可以看到 生老病死 来生呢 你看到生老病死 你会不会变呢 你也会变的 因为你的心会变 所以你没有正到 今天讲的 无声乏人 你是会退的 所以我希望 最后做一个总结 你看到的表象 事实跟实相之间 是有差距的 净土会土 不要再去变了 是个人的愿望不同 佛的目的 观十方 无量无边的众生 它就是想尽办法 让你快速 快点成佛 快点成佛 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成了佛以后 你可以再一点来 度很多的众生吧 最后一个 几个例子 可能比较具体一点 就像新加坡 新加坡有很好的 国立大学 跟南洋理工大学 政府栽培了 这么多的人 用了这么多的钱 请了全世界的人 来新加坡 国立大学教 你干嘛 要听台杠就说 我就可以在家里念书啊 我就不要去注册吗 对不对 反正我在家里念书 一样很聪明啊 那问题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 有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同学 最好的环境 你为什么 这么聪明的众生 你不进去考考看呢 对不对 同样以此类推 净土 净佛国土 十方都有净土 你不要去极乐世界 也可以 你要去见 弥勒菩萨 也可以 你要见东方 要是净土 也可以 你要在这个人间啊 继续修行 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了 弥勒菩萨下身的时候 你还会见到 那时候你已经轮回多少世了 所以我说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你如果多深入精湘的话 你的想法会改变的 至于碰到别人要求生净土 你应该生随喜功德心 不要毁谤别人 哇 你的问题让我答了半个小时 好 那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先看 今天在五根对五层的禅修里面 昨天介绍了鼻根跟蛇根 今天介绍身体跟触觉 注意听 前面的眼根对色层 耳根对深层 都是一个对一个 也就是说当你眼睛看的时候 你就是眼睛对外面的各种物质 当你耳朵听的时候 就是耳朵听外面的声音 一个一个都是分开的 各位护法居士可以请坐 待会你要跟着练习 可是呢 深根跟异根很特别 深根呢 使你一根起的时候 六根都会起 举个例子 我现在在讲经 新红法师的身体 在讲经啊 我用舌头讲经 可是我眼耳鼻舌生意啊 都起作用啊 所以 虽然是我同一个身体 可是我的舌头也要动 鼻子 我也可以问到 这个大殿的香味 对不对 耳朵我也要听得到 麦克风的声音 眼睛我也可以看着你们 或者是 幻灯片 换句话说 身体一动的时候啊 它六根都会起作用 所以 深根呢 对的处呢 不单单只是身体的接触 它是这六根呢 都会起作用 也因为它很维系 所以在戒律里面呢 对于身体的戒律处啊 就会很严格 因为它一根起作用的时候 前面的眼耳鼻舌生啊 通通你都起作用 所以 身根会很敏感 也很敏锐 但是 它同样 也是 假如你用得很好的话 它也会很容易修持的 但是在戒律的角度里面呢 身体的这个接触呢 它会要求比较严格 比方说 如果出了家 男众跟女众 是不可以握手的 不可以身体接触 为什么到了大殿 男众跟女众要分开战 那现在的伦理 礼貌 假如你是佛教徒的话 你看到师父 或看到出家的比丘 比丘尼 你都会对师父啊 师父您好 这样合掌 就像泰国航空公司 Sawadika 对不对 他是泰国佛教徒 可是呢 这只有东方这样 你如果碰到外国的人 你姐Sawadika 你讲什么呀 三碗猪脚吗 外国人的礼仪是什么 一定是握手 所以现在的比丘跟比丘尼 也开源了 也就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讲 我在国外 也是会握手 比如我的老师 女老师教我英文 我碰到她 我一定要握手 不握手是非常露的 非常不礼貌的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你握手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念头 你不能说 哎呀 他的手好软啊 他手好白啊 好嫩啊 那你就打妄想了 那你想 什么东西最白 猪肉是最白的 对不对 什么是最软呢 对不对 泡泡糖是软的 所以处来讲 是要很谨慎的 所以为什么说 入了佛门 尤其在南传跟大乘 是非常重视戒律 男女呢 你要有分别 因为是戒律 这样才会控制你 叫密乎根门 保护你的念头 而不犯戒律 好 处有很多很多种 请看下面 一共有八处 你不用抄全部 你只要抄这八个字就可以了 在获得有禅定的人身上 他会发生八种的感触 他虽然这里讲 佛学次典里面说 获得初禅定以上的人 会有这以下的八种感触 事实上 是每一个人 你真正用功打坐 每天看自己的念头的人 你就会有这样的觉受 什么感触呢 第一个 动触 在坐禅的时候 身体会产生战动的感觉 比方说你现在坐 你突然就觉得 怎么这样动了一下 或者有些人会来问师傅说 师傅我有气动 就是你会旋转 比如说你坐一坐 你就开始 这个世界真美妙啊 你就开始这样 你就开始摇了 其实这只是气流动的现象而已 你讲 大概南海古婆观世音 要来找我的 其实没有 气能量在动 我们的血液在流动的时候 它就有能量 energy movement 其实没有什么 所以不要太在意 它是自然的 假如摇得太厉害的话呢 你就告诉他 不要动 这样他就停了 甚至有些人气动到严重的时候呢 坐一坐就开始 就开始跳起舞蹈了 你看右边也跳 左边也跳 其实那个都是过度的 那只是暂时的 对不起 第二个 痒处 你身上会发痒 你会觉得痒痒 痒到什么呢 你觉得好像很多的蚂蚁 来咬你的脚 哇 好痛好痛哦 可是你睁着眼睛眨开 身上根本没有蚂蚁 你就觉得整身都是被蚂蚁咬 其实那也是一种 蚕坐的现象 没有说好跟不好 但是你要了解它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这个八处 就觉得说 哎呀师父 我是不是着魔了 哎呀 我是不是业障太重了 不适合蚕坐 不 每一个人静坐都会经过这些现象 你要知道它 而不要去执着它 第三 清处 就感觉 身轻如云 有些人静坐就说 嗯 你看我今天做得不错 我觉得我也飘起来 你感觉飘 可是你真的眼睛打开来的时候 你还是在捕团上面的 或在椅子上面的 清处 身轻如云 好像在天上中 天空中 你会飞行的感觉 好 因为我知道有人要操 所以我把讲义全部打开 第四个 有时候你做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重 哎呀今天哦 非常的重 我整个身体哦 都不能动了 僵硬好像一座山一样 非常非常的硬 那也没有关系 那只是地水火风的地大 我们身体有讲地水火风 四大四类的元素 就是在物质的元素里面呢 特别的显现 所以你感觉身体呢 好像重得像一座山一样 没关系 你就继续做 没人也会把你 不会有人把你这个身体给抬走的 第五个 冷处 所以感到身呢 冷如冰 这个时候是水现前 地水火风 水现前 你突然觉得 好冷好冷哦 很奇怪 我今天怎么盖了好几个毯子 我还披肩啊 对不对 盖了好几个都会冷 没关系 好像你自己感觉 自己坐在哪里 冰箱里面的感觉 没有关系 不用怕 你就继续做 它只是呢 它的身体里面的水啊 Try to find the balance point 水跟水之间流动的时候 它会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个时间过了以后 你就不会感觉冰冷 第六个 暖 这个也是一般大家会感受到最明显的 当你一坐呢 有些呢 去试呢 它身体本来很冰冷 就它一静坐了之后 它说哇 好舒服哦 我从身体啊 从啊 背部啊 腰部啊 脊椎啊 我全部都感受到很暖和 对 这是身体的火大现线 第七个 瑟瑟的感觉 就好像身体的皮肤啊 好像那个木皮一样 像树木的皮 你就觉得好像 今天所有东西啊 都瑟瑟的 第八个 滑就感觉到身体好像呢 涂了所有的都是呢 油 黏黏的 其实这些都是你身体的自然反应 我再说一遍 就是你经过这些现象的时候 你不用怕它 你知道就好 最大事你 最怕的是 你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这样 举一个例子 现在你在海音谷是听经 对不对 突然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在你讲经完九点半到十点的时候来接你 而且呢 他没有跟你讲 他并没有跟你讲 你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突然呢 今天有空 突然他开车来接你 他因为要作弄你 你就带了一个Mask 对不对 面具 对不对 外国万圣节都会戴面具 对不对 我们中国东方也有很多面具 他一个很可怕老虎的面具 他并没有跟你讲 他就躲在海音谷是大殿的柱子的后面 结果呢 当你呢 下去的时候 接了接梯 他突然就跑出来 Hello 吓死我了 你是不是 你怎么跑出来啊 对不对 你看你为什么会被吓到 因为你不知道他来嘛 对不对 你并不知道他 你今天搞什么鬼啊 带一个这么恐怖的面具来啊 你还破口疼 马上骂了一顿 所以 因为你不知道他来 所以你被他吓到了 好 假如换一个方式 假如呢 虽然你听听 你把你的手机转为震动 突然呢 他跟你讲 Hello 他突然提醒你 假如今天是你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待会来接你 你看到SMS了 对不对 Message 你知道待会来接他 你心里已经知道他要来接你 其实你啊 你觉得他还是蛮高兴的 对不对 因为呢 有人来接我 所以你知道他来接你 所以你也知道他跟你讲 我就在 你的出了山门外面的柱子等你 因为很多人 那你心中是很欢喜的 对不对 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不会吓到啊 不会 因为你知道他来接你 好 我讲这个例子是什么 禅修的各种感觉 feeling 或experience 经验 这八处就像你的朋友 假如你不认识他的话的话 你今天做了 哇 感觉好奇怪 好冷好冷 你就会猜 哎呀师父 我这样做下去 将来会不会堕到 寒冰地狱去啊 你看 你就会乱乱猜 待会你做的时候 哇 我今天身体很热 将来我会不会跑到地狱的油锅去啊 你看 你很多的妄念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 它是自然的过程 就像刚才我批语一样 假如你知道你的朋友来接你的话 你会很欢喜的 虽然他带一个mask 面具是很恐怖的 你还知道 哎呀 那个是假的吗 同样的这八处 也是这样 当你了解他了 你就不会受他影响 我再讲一遍 当你了解了他 你就不会受他影响 因为你不了解他 你就会被他下道而控制 我们禅修有很多的经验 也就是这样 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八处我们没办法一一练习 但是我们今天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来看 看你身上的痛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痛 那万一待会你没有痛 没关系 我会不会有办法让你痛的 哎呀 糟糕了 今天师傅又有办法让我痛 好 第一个痛 你们最常的是什么 头痛 尤其很多女众 动不动头痛 哎呀 我要吃普拿藤啊 不要吃太多 吃到最后你会变木乃姨的 活化出来 全部不是色粒子 全部都是普拿藤的 普拿藤不要乱乱吃 我觉得有很多居士都是这样 动不动 哎呀我今天不吃福 我要吃一个普拿藤 对不对 就这样 推了一坑 然后到下午 哎呀又中风了发烧了 天气不大 又吃一个普拿藤 你吃的普拿藤 比你吃的维他命还多 那你这样的身体哦 我跟你讲 不赶快往生了还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乱吃药 第二个 所以你会有头 第一个会有头痛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牙痛 第三 你可能会胃痛 第四个 有人会很多腰痛 请看这张幻灯片 我不用找很多痛 我找一张就可以代表所有的痛 你的腰酸又被痛 好 注意听 在禅修的人角度 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吃药 但是痛的时候 你会什么感觉 有时候早上很痛 有时候中午又没有 到晚上的时候 你又很痛呢 可见啊 痛是由于你心的感受 从禅修的角度来讲 你就要看你的痛 你的胃痛 当然痛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吃药 注意听哦 我这个禅修没有叫你不吃药 我现在告诉你是说 除了药之外 你最重要是控制你的念头 当你没有控制念头的时候 它越痛的时候 你会越不舒服 你越抓着那个痛的时候 它会越痛 那你不要在乎痛的时候 你看着痛的时候 其实痛的能量就会减低 比较不会痛 所以在南传比丘森林里面 比如说被蚊子咬了 或被虫咬了 那它一定会痛啊 假如它没有带药膏 那怎么办 那就要看痛从哪里来 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所以在触觉里面 我们最敏感的是什么 痛 好 待会呢 你就要找你身上有没有痛 请问今天你觉得 从早上讲经到现在 你终于师父你一讲完以后 我觉得我有很多痛的请举手 没有啊 各位都很健康 好 那就待会举手的人 你就看你的痛 不管是牙痛 或是鼻子痛 或头痛 或是腿痛 或背痛 注意 你就注意在那个地点 有两个方法 注意听 一 我举个例子 肩膀痛 大家现在都打电脑很多 肩膀 你就观想那个地方 痛 把意念放在那里 有两个方法 一 观想你的血管膨胀 那所有肮脏的东西就流掉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观想那一点 然后放光 往外射 照光芒 照金色的光 或白色的光 你就观想在这里 这样子 观久了以后 我告诉你 那个痛就没有了 是真的 这是佛陀教的 这不是开玩笑 但是你现在刚开始感觉 不是很有效 是因为 你没有常常练习 你的念力不够强 了解吗 这是第一类的方法 有两种 第二类的方法 我明天才教 你才做 就是当你观的时候 你同时也念咒 我念佛号 你要念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要师佛 地藏菩萨 它都可以 你就观想 然后你就念 观想的那一刹那 有禅定的力量 第二个 同时你念的时候呢 也有咒的力量 那它会更快好 我们的人呢 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痛 我们都不察觉 为什么 举一个例子 到周末的时候 你们从礼拜一工作到礼拜五 好辛苦 发觉腰酸背痛 明天就做什么 Food Massage 按摩 还有 Healthy Body Massage 健康的身体 你一按的时候 哎呀 我全身都很痛啊 为什么 因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每天又工作 你痛到呢 其实你都失去了 你的观照力 你也不察觉 反而是在呢 礼拜六 礼拜天 你去按摩的时候 你才感觉 哎呀 真的是很痛 所以可见那时候呢 痛啊 已经呢 大到了超越你的观照力量 当按摩的师傅 在按摩的时候 你才感觉 哎呦 真的是很痛啊 所以可见 痛是随时都存在的 好 我再讲一遍 可以用止观的力量 第二个 止观加上念佛 或念咒的力量 好 那现在大家都没得痛 来 我教你一个方法 来 先看我的手 注意听 先不用做 大家知道手掌里面 这个第一个手指 跟第二个手指 叫颌骨 对不对 按摩的穴道 这叫颌骨 知道吗 左手右手都可以 好 那你用左手 右手呢 这样用大拇 大拇指这样压它 啊 就会很痛吧 好 待会我要你静坐的时候 今天的手就这样放着 两只手交叉 用一只手压另外一个颌骨 当我一敲引擎的时候 你就按一下 按多久你自己看 然后放一下 然后你看那个痛 你问自己 痛从哪里来 就看着那个痛 然后我再敲一下的时候 你就再按第二次 你不要紧张 不会按了 不用按太用力 也不用把手按掉 断掉的 只是呢 这个隧道 对头部跟上半身是好 从中医的角度 现在我只是要制造一些痛 你可以接受范围的痛里面 让你知道 痛 你怎么去看到自己的念头 但是有些痛 是真的痛得受不了 比如牙齿痛 痛到你整个晚上睡不着的话 那你就先去看医生 你可能蛀牙了 或是神经烂掉了 或是应该拔牙了 所以在这里只是一种练习而已 了解吗 好 请坐好 背顶直 腰放松 身体也放松 好 请你把右手放在左手上 这样子 就要压着你的颌骨 放在你的肚脐尖 放松 当我敲一次引擎的时候呢 你就按一下 按多久 你自己放 放下来 不要按太久 然后呢 你就看自己的痛 然后问自己 痛从哪里来 这样了解吗 好 开始 按着你的手 好 你可以放下 看着自己的痛 再按一次 我每敲引擎的时候 你就按一下 然后自然放下 你可以感受到 身上的手的痛吗 你要用力按啊 好 手轻轻地放松 眼睛张开 结束了 不能敲太多下 待会儿老胡萨晕倒了 我们就要急救了 好 请开灯 这个目的是要让你去觉察 身上的确有很多的反应 可是我们的心 常常是往外跑的 你并不知道自己身上 有很多的反应 当然 假如你有明显的 被刀子割到啦 或是被虫咬啦 或是你真正的腰酸被痛啦 那时候除了吃药之外 你也可以用痛来做你的禅修 这是我要说明的重点 所以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 或许你觉得现在 好像师傅我也没什么痛嘛 对不对 我的心很痛 那心痛的话有另外的方法 对不对 现在是讲生理的痛 这也是一种禅修 好 接下来请看各位 再翻开讲义 七十四页 秉三 不退至顿号 胜二成 今天我要从七十四页 讲到七十五 把甲五 精进不退 给讲完 请专心听 听完以后 我会尽量一时间再招禅修 然后呢 再回答问题 因为今天是七号 对不对 今天是六号 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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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 九号 你看 法会呢 再过三天就很圆满了 所以 时间是很宝贵的 请看七十四页 十六行 秉三 不退至顿号 胜二成 问第二十九 从初住 初地 欢喜地 菩萨 二地 三地 一直到七地 菩萨 都已经决定了 向三菩提 这里的三菩提 就是无上 阿诺多罗 三秒 三菩提 这个方向 去修持 为什么不说 初地到七地 都为不退转呢 只有说到八地 住不动地的菩萨 才叫做不退转呢 可见在大乘菩萨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很要的主题 叫不退转 这个请你做一个记号 也放在心里 就像很多人会问说 师父我们读金刚经 金刚经说 都于 假如听闻到金刚经的话 或者读到大乘佛法的话 都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都在无量诸佛呢 都种了很多善根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无量诸佛 听过很多善根 可是我现在还坐在这里呢 答案是 你没有正道不退转 也就是说 你多生多劫 都有在用功修行 静静退退 我举一个例子 最有名的叫三世愿 三世愿就是什么 这一生很苦 然后呢 在佛门里面 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对不对 我真的太苦了 我希望我来生福报一点 结果观音菩萨满他的愿了 来生他就做文武百官 长得很庄严 很聪明 然后很有福报 结果呢 世俗话有一句话 不是说 男人有钱就会作怪吗 女人有钱也会作怪的啊 那结果呢 他就造恶业了 吃喝嫖毒啊 杀到饮忘酒啊 劈腿啊 外遇啊 什么都做啊 结果呢 因为他前生呢 贫穷 但是很有善根 精进的求佛菩萨 第二生呢 他当为富贵人家的时候 的确满他的愿望 可是他没有调服他心中的烦恼 结果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造了很多恶业了呢 福报响尽了 来世 懂解就变成了 地狱恶鬼出身 到三恶道去受苦了 可是因为他过去还拜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知道苦的时候 他还是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所以在地狱恶鬼出身的时候 他在苦难当中 心中还记得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当他业力尽的时候呢 又从地狱里面呢 来到人间 或者有些也会生到天上 天上以后继续享福以后 然后福享尽的时候呢 他懂解了又掉在人间 所以这叫三恶愿 三恶啊都很苦 都在万坦 他从来没有满足过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 为什么他苦的时候呢 他求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还有善根 过去是修过的 过去是他修过观音法 多生多节的 所以在他苦难的时候 他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还是满他的愿 满他的愿来生 第二生呢 当富贵人家 文武百官的时候 他还是会拜观世音菩萨 不过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脾气也不太好啊 对不对 动不动呢 就拍桌子啊 对不对 吃 吃好的 对不对 享受一切都是舒服的 所以他也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我举这个三世愿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 我们在多生多节呢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求佛菩萨 求了佛菩萨 求完以后呢 就把佛菩萨给丢了 你说师父真的吗 答案是真的 我讲我一个学生的真实例子 给你听 注意听 我出家21年 我25年前在台北市光复国小当老师 那时候是台北101旁边最好的学校 我全班第一名毕业 全校第三名毕业 然后呢 我当然选到最好的学校 学校那里面 它是在台北市101旁边 当然就是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的住 所以在那边当老师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 你教不好呢 家长是会告你的 结果我度了一个学生 他们家是一贯到 到现在他还跟我联络 25岁26岁 很聪明 已经长大了 也开始工作了 那他的爸爸呢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也学过进中学会 也学过慈祭功德会 然后呢 他的妈妈呢 在去年吧 我都没记错 得了子宫颈癌 结果得了生病以后呢 然后到医院里面呢 医生跟护士呢 也都不爱太理他 后来呢 他们全家很难过 他的儿子 就是我的学生 非常非常孝顺妈妈 真的是很孝 现在很难得看到这么孝顺 自己妈妈的孩子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叫我老师 也叫我法师 他说老师啊 我们全家有很大的苦难 我们可以去见你吗 我说好 什么事 他电话跟我讲 妈妈得了癌症了 我说好啊 那你就来 然后我就约在一个晚上见面 我平常要上课啊 共修 我就全家来 然后听他们 然后呢 他就说 师父 怎么办 凉拌 然后我看着他 老师说 从他身上的气色 以及他身体的反应 以及他身体吐出来的味道 其实我就跟他讲 你已经差不多 have have了 一半一半 你也有准备 那当然他先生很舍不得 他的儿子也舍不得 他问我 那师父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 全家给我念 普贤行愿品 念啊 你就是不肯念吗 他有三个小孩 一个老公 对不对 然后呢 四个人 全家帮他念 普贤行愿品 早上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然后我叫他自己 也念大杯神咒 一天念七遍 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 不能念太久 念了七遍大杯神咒呢 就喝大杯水 大杯水可以致癌症 然后呢 我听了他的病情 觉得呢 他在那个医院不是很好 那我有些学生 是医护人员 我就叫他调到长庚医护 为什么 长庚医护有很多的学生 也有佛学的佛学团体 医院里面就有佛学社 所以很多医生跟护士 都是很虔诚 很慈悲的佛教徒 纵使不是佛教徒 他们的心都很好 那转过去以后呢 我就叫我的学生 每隔一两个礼拜要跟我报告一下他们的状况 结果呢 他就开始发心念 我叫他三个月不中断 我也帮他念了三个月普贤行愿品 因为我每天也都念 我就开始帮他念 结果呢 他听我完以后很鼓励 我就鼓励他 你要做最好的准备 也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是什么呢 你夜静了 你会活下来 你最坏的打算呢 那你早走 晚走 你也要走 他说师父我不要走 我还有小孩 我说放不下 你也得放啊 他也哭了 我拿tissue paper给他 我就哭啊就哭吧 然后呢 事实上我心里想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一半一半 他不会住很久的 然后他就去闭闭闭 然后他就跟我发愿 师父我要长寿 对不对 我要长寿完以后 我要来参加供修 我要做义工 我要跟你去尼泊尔 我要发心 做这个做那个 做这个做啦 我都听他念 我心里想 我就看着你做不做吧 我还是祝福他 结果回家以后呢 他的儿子跟先生 真的很孝顺 也很虔诚 也很关爱他 有时候儿子下了班了 晚上还没睡觉 还跪在那边 帮他妈妈念 谱闲行愿评 你看他多有福报 连续呢 一个月念 然后两个月念 病情真的改善了 后来医生打电话 给他说 你要开刀 子宫颈癌嘛 要把它切除 我说该切的就切啊 切了啊 然后呢完了以后 癌细胞就减少 到了三个月 完全活过来了 真是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可是活过完了以后呢 就不来学佛啦 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啦 还说共修呢 还说发愿要去尼泊尔呢 每天还是说他工作 做完以后什么啊 还是继续shopping啊 那时候我心里想 我要是观世音菩萨 应该当他 奥米托 我要是观世音菩萨 我宁愿不要让他三个月好 我宁愿让他脱半年啊 他还会多念三个月 谱闲行愿品啊 你才知道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啊 他真的很不可思议活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我也帮他念了三个月的谱闲行愿品 对不对 商业经社我们每个礼拜五共修 也帮他回向啊 历代的一些冤金在主 答案是什么 全家的人五个人 加上师父人一起念咒的力量 改变了他的业力 所以他活下来了 整个身上的癌细胞扩散 一直到缩小 到最后医生都不相信说 你身上没有癌细胞啊 所以佛法是超越科学的 你要对大悲观世音菩萨 要对诸佛菩萨讲的法门有用啊 但是呢 你也看到一个现象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啊 他有空啊 就去shopping啦 对不对 反而是呢 他的先生 很虔诚来学佛了 他现在在经社共修 虽然很忙 因为他感恩师父 感恩三宝 那我说你太太呢 他说哎呀 师父啊 不动明王啊 如如不动啊 对不对 苦的时候都来拜观世音菩萨 临时报佛教 所以众生都是什么 有求的时候来解苦难 苦难解决的时候 你就把佛菩萨给丢了 这个很正常的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 哎 早不饶应该让他病一年啊 他不就念一年的菩萱行愿名吗 所以注意听 有时候你觉得病不好 其实错 病反而是消你的业 假如你会懂得痛苦 想修禅观 痛也是你禅观的 很好的助援 没有痛 你怎么会生起大悲心呢 没有痛 你怎么会勇猛精进呢 没有痛 你怎么知道生死很苦呢 好 注意听 有时候我们看的眼光 只看现前 可是观世音菩萨是看 过去现在与未来 来 我们大家修一下自他教会 假如你现在是观世音菩萨 你看到一个人在求你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念大悲咒啊 让我活 结果你看他 假如他现在投胎一段期的话 可以去极乐净土的话 或者他一投胎 往生以后可以出家做生结 或是他一投胎转世 来生会变文武百观 顾持佛法 请问各位 你是要让他长寿呢 还是早一点投胎 让他长寿的请举手 让他早一点投胎的请举手 好 各位都知道了 所以 下次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要完全相信观世音菩萨 很多人都会说 师父我不念则已 怎么一念啊 我的病情也严重 没错 那就是消你的业 你过去的杀业 一定是逃不掉的 重抱而轻受嘛 对不对 从我这个小学生的 他的妈妈的例子就知道 天哪 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众生难度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世世世都在 静静退退啊 其实我们进步的少 退堕的多 所以再回看来经文 什么叫做不退转 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修到你生生世世都不退 举个例子 就像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你每次都是一年级 二年级 补考重修 补考重修 最后被当掉 你从来都没有用功 四年级毕业过嘛 所以八地不动地 叫做不退转 就是你生生世世 心都不动 那时候你才可能 道价慈航 广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就算去给浪呢 你也不会被渡走的 因为你有功德力渡他 到时候那时候呢 搞不好全世界都是给浪 那怎么办 全世界都是众生造 杀到阴望久 甚至要杀你 害你 你怎么去渡他啊 所以菩萨注意听 从上一次讲座 从七十二页 金进不退 一直讲到今天 我要讲的就是 要不退转 这个很重要 不退转呢 比较容易的是 求生进佛国土以后 你才会正道 老实讲 在这边不太容易正道 就举刚才我那个例子嘛 他不前程念观世音菩萨吗 很认真念啊 全家人呢 这么有福报 儿子 对不对 孩子 然后先生这么前程 对不对 连这个可怜的心红师 都还帮他念了三个月 普贤心愿品 他命就回来了 请不要写纸张 叫我帮你念三个月 我很忙 自己念 修行要靠自己 因为你们有时候 听故事都是这样 听一段 哦师父 请你帮我们加回向 听说你回向功德力很大 你自己不会回向 你有佛性啊 对不对 所以 要正道不退转 你生生世世才不会退道心 我们凡夫 若没有正不退转 其实内有烦恼 外有障缘 外有恶有 我们是常常容易退道心的 就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退道心 告诉各位真话 我们每一次啊 在菩提道上修行 都是五十九分考得不及格 被荡掉 你才再来的 知道吗 你们都不是只有一世学佛啊 很多世都在学佛 我也是 但是我很清楚 我很多世都是法师 我还要再加油 那我们呢 菩提道上都在进进退退啊 你今天也不是第一次皈依三宝 你是很多世都在皈依三宝 但是呢 你都是什么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临时抱佛脚 佛脚抱完了 就阿弥陀佛 拜拜了 请看下面 何故不说 唯不退转呢 唯说住不动地的菩萨 唯不退转呢 所以正不退转很重要 请做一个记号 你也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生生世世 学佛永远不要退道心 很重要 苦跟困难 你不要怕 每个人都有业跟烦恼 在这个娑婆世界 没有一个人是亲近的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恶业 也有善业 可是要的是 碰到困难 永远不退转 英文讲 Never give up 这个是重点 好 请看 二十九 答 请看祭诵 一百一十九 送七十四页 第二十行 已住到不动 顿号 请看幻灯片 诸菩萨 对于 得于法尔 法尔就是我昨天讲的 这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这个法尔如是的 这个自然的真理啊 他是真正得到了 不会退转的一切的智慧 这样子菩萨的智慧 是胜过于二成人的智慧 为什么呢 二成人的智慧 是不能够转动 这个菩萨的智慧 这里的转是指改变 也不能够改变 菩萨的智慧 所以他是非常独特 而殊胜的 很特别的 所以叫八地 不动地 不退转的菩萨 在阿弥陀经里面 就是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八治 所以生到进佛国土 才比较容易 正到阿皮八治 乃至于你送到 东方药师净土 你在药师如来 坐下身修行 也比较容易 正到不退转 你上身 没了内院 在没了菩萨旁边 你也比较容易 不退转 否则你离开了 佛跟菩萨 你没有善知识的话 外源一现前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退转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此为所有的性等 初世间的善根 诸生文跟圆觉 乃至于初住 这里的初住 就是指出地 到七地的菩萨 所有的人呢 都不能够障碍 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听到 大悲神咒 从初地 一念顿超 月八地 你们拜大悲灿的时候 他就是呢 听到千光王 静住如来 叫他大悲神咒 他说是 九十九亿 客横河 沙且诸佛 都修这个法门 后来观世音菩萨 一念大悲神咒的时候呢 千光王 静住如来 加持来 加持他 一念顿超 他就从八地 初地菩萨 坐电梯一样 他就到八地不动地 然后现千手千眼 所以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 永远的度众生 不会放弃呢 永远不退心呢 因为他正了八地不动地 不管呢 你有事没事呢 来拜观世音菩萨 你呢 没困难 你不能甩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没生气啊 对不对 下次呢 可能三年五年以后 你碰到困难 又要来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还是没有放弃你啊 你要有这样 无有穷尽的耐性 是很不容易的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会让你退转 第一个 生病 生病 身体不舒服 会让你退转 第二个 自己的烦恼 贪嗔痴很重 也会让你退转 你会觉得 哎呀 终生太难度了 我不要帮他了 你也会退转 第三个 遇到恶友 让你觉得很失望 很挫折 甚至出卖了你 也会让你退转 那你就要忏悔啊 对不对 这是过去的恶业 你因为忏悔而得清凉 第四个 常常清净善知识 有善知识法的鼓励 也比较不会退转 第五个 就是呢 生到净佛国土 生生世世跟佛 佛跟菩萨在一起 那就永远不会退转 好 讲到退转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好 对可以 南传佛教里面出家 对不对 我们说过 前面我经文也讲过 在轮回里面 每个人都当过男生 也当过女生 所以在轮回里面呢 我们也当过男众跟女众 所以我常常说 在修禅观的时候 我会讲 没有成佛之前 谁都不要嘲笑谁 大家都是很丑陋的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假如现在一个在南传出家 一个清净的比丘 很庄严 他一出家以后 他去脱波 若遇到业障现前 比如说女孩子喜欢他了 要希望他还俗 那这个也是障碍啊 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 第一个 他也得回去生团 送戒 送戒经 送巴黎文的经典 或戒律 可以让他 畅除恶业 而不退转 第二 你必须要跟你的老师 禀告 那老师会用生团的方式 保护你 甚至让你适度的闭关 远离恶园 那你就不会退转 除非你心中 烦恼真的很多 实在看到那个女人 就头昏昏了 要结婚了 那半夜爬出去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是你的业 在台湾也有讲 那大乘的时候 以前我听说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法师 也是讲经说法 广度众生 他非常的有口才 也很庄严 结果有一次 杜忠众生碰到一个居士 哎呀 他心动了 为什么 他有生理反应 他想糟糕了 这个是我的过去世的太太 那个怜友 他并不知道 他就对师父 非常的忽持 忽持到让师父受不了 那这个师父只好 跟他师父说 师父那我去闭关 好不好 他说好啊 那你就不要去讲经 然后到山上去闭关 结果没想到呢 那个女基士啊 跪在关方面 师父啊 你就还属吧 我们也可以做 为摩节居士啊 他就还属了 所以可见修行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故事对我来讲 也有很大的提发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带那钢盔啊 铁甲武士啊 你放心 我有很多武功秘籍的 不告诉你 所以修行道上 在家住家都会遇到障碍的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情职 情职会让你退转 所以你内心有烦恼 最重要是你心中要 能够超越自己的欲望 你若不能超越自己的话 我告诉你 你说度众生 对不对 那也很容易被众生度走啊 所以当然要有 戒定会的功德力 所以讲真话 虽然昨天那个脸友 我不管他在不在 说师父我发愿要 深深深深在这里修行啊 对 这个愿是很好 可是你要真的问我自己 我若没有很精进 有戒定会的善根 我深深逝逝 真的在这边还会学佛吗 真的各位问自己 不要骗自己 佛法不要讲到很高 然后骗自己做不到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第二个 好 就算我真的很用功 我24小时都正念分明吗 对不对 新加坡一个天气很热啊 你的头就中暑了 对 冷气开太强 你的头就发烧了 是不是 可见正念分明不太容易啊 不要再说什么 我举我的例子 还好我在佛前发愿 我深深世世都出家 我深深世世都不食众生肉 这是我的愿力啊 所以我还会有一点善根啊 我在想 假如我这辈子 若不用功修行 不去极乐世界 那我若来生呢 变成一个很帅 又很酷的人 我搞不好我也不太会出家了 是不是 所以对不起 还好我没有投胎到新加坡来 对不对 可是新加坡的人也要有善根 有福报 就会学佛啊 所以可见 这个世间外面的诱惑 真的太多太多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清净的佛国土 先呢让你的佛教PhD博士班读完了你再回来度众生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要想清楚 像佛经 我从这一次讲座的 72页讲到今天 最重要鼓励你要精进不退 可是真正要正道不退转啊 你要有很大很大的善根福德因缘 释迦牟尼佛就有这个功德力 挺好 我再讲他的例子给你听 释迦牟尼佛在第一个阿僧奇节 从初发心一直到阿僧奇节呢 遇到第一尊佛 燃灯佛帮他授记的那一天啊 他看到燃灯佛了 结果呢 你知道吗 他很想供花 可是他是那时候很贫穷 没有花供 结果突然呢 他就找着花 结果呢 突然有一个花店的女生呢 说你需要什么 他说我需要花 因为燃灯佛出世了 我要供养他 结果那个女孩说 可以 那我是卖花的 我给你 我跟你一起去供佛 可以吗 他说好啊 谢谢你供养我 结果呢 燃灯佛呢 释迦牟尼佛就拿了这个花 去供养燃灯佛 很高兴 愿我生生世世度众生 行菩萨道 结果你知道旁边那个花 那个女孩子也跟着去 你知道他发什么愿呢 我生生世世要当他老婆 所以这就是耶稣陀罗 所以为什么佛成佛的时候 还遇到耶稣陀罗 对不对 他还生了罗侯罗 佛才出家 佛也要了他过去的这个夜 所以以后不要跟人家乱拿花 知道吗 要问清楚啊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还是有这个夜 他不是没有这个夜 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心清静 对不对 他重视当文威太子了 他有公妃才女的时候 可是他善根很深厚 他知道这些还是暂时的 所以可见佛陀本身很有善根 碰到顺境逆境 他一直都用功 所以佛是有这个善根 那我们有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善根呢 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也要鼓励自己 所以正不退转是很殊胜的 很重要的 但不太容易 你只有正到不退转的时候 才可能道价慈航 千百亿化身度众生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一个身体 是无量无边的身体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 联友在一起共修 一定都有多生多节的缘 大家要像兄弟姐妹一样 不要做情人 知道吗 对啊 兄弟姐妹 你一定是真诚的关心别人 男女之间 还是要守严格的戒律 关心别人 不要关心过头 免得产生一些误会 对不对 那你也就会很好奇 师父 那有没有人纠缠过你啊 告诉你真话 有 也有啊 女生看到我 师父 不好喜欢你啊 我喜欢你的头啊 女生喜欢我 还是喜欢头啊 还是你喜欢法 其实他搞不清楚 讲到这里不退转 其实 我不会 害羞或吝啬跟你分享 因为真正修行 就是要从这里去努力 对不对 那你说师父 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呢 很简单 先到大殿去 先给我念三遍普门品 再出来跟我会课 因为他自己的心是颠倒 他崇拜人啊 跟崇拜法是混在一起 所以摩赫波尔波罗蜜经说 跟随法师学法 要有清净心 恭敬心 不可以染污心 跟着善知识学佛法 染无心 跟着师父学佛法 你自己会堕落的 你也会害了师父的 对不对 尤其是在做很多联友 对不对 你若是单身的人 你干嘛 把我当老公吗 或当情人吗 要有正念 我是出家的师父 我可以佛法鼓励你 但是不要有世俗的想法 世俗不清净的想法 拜观身迎菩萨 普门评讲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你常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你看到师父 就会生起清净心 恭敬心 这点很重要 否则 你看 你生生世世都在修行 可是你生生世世 还是一个呢 被贪嗔痴给打败了 所以你还是退转了 所以为什么你轮回了 了解吗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好 请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七十四页 二十二行 顾名不退转 不是指 其他十种菩萨 为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诸法中不退转 这十种菩萨是指 华严经的另外十种菩萨 我就在这里不讲了 因为没有时间了 所以重点是你要正不退转 请看下面 以说不退转的因缘 始终又得殊胜的受祭 受祭请画一个记号 只有佛能够为你受祭 当然有一类是特别的 观世音菩萨 文书普贤 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弥勒 这是大菩萨 乃至于八大菩萨 也会给你受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八个大菩萨都是过去已经成佛了 举个例子 观世音菩萨过去成佛叫正法明如来 道价慈航 视线为大悲观世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帮你受祭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但这里呢 唯独只有成佛 八项成道的成佛才可以帮你受祭 甚至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 我看到有段经文将来会讲 有一次呢 观世音菩萨去度一个阿修罗 很凶的阿修罗王 结果呢 他为他说法 甚至观世音菩萨为他受祭 你将来会成佛 所以你看一个阿修罗王脾气那么大 但是呢 他还是有佛性 他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是很礼尽 他叫观世音菩萨 你教我怎么大悲法门 他说我的称心很重啊 观世音菩萨说 我有称心啊 要透过悲心来调伏你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教他慈悲法门 甚至观世音菩萨鼓励他说 阿修罗龙王 阿修罗王啊 你不要难过 虽然你的夜报成为阿修罗 可是我为你受祭 在无量节无量节无量节以后 你还是会成佛的 哇他非常的高兴 给他很大很大的鼓励 为什么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说 他将来一定会成佛 所以受祭是很重要的 简单的说 一个人在无量节 阿生祈节修行里面 你会受祭会遇有三次 以大乘经年来讲 经过从初发心 开始一直发心发心 积功累得 多生多节修 修到第一个阿生祈节 圆满的时候 功德圆满的时候 你会遇到第一个佛 跟你有缘的 跟你收祭 比方说 释迦摩尼佛的老师 燃灯佛 就是第一个阿生祈节 就是第一个阿生祈节 我会遇到第二个阿生祈节 我会遇到第二个阿生祈节 我会遇到第二个阿生祈节